大家好,我是愛妮 話說好的故事都要從結局開始說起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如何變更你身分證上面的性別欄位 話說變更性別欄位其實算是跨性別之路的最後一個步驟 所以你在變更性別欄位之前 總共要準備三樣文件 第一樣就是性別認同障礙診書 我們簡稱GID要兩張 變性手術的證明書要一張 但是你可能會想 那我直接就是走到那個承辦單位 然後跟小姐姐說 就是我已經動好手術了給你親身檢查一下 完全不行 因為現在是你知道文明社會了 所以手術證明書還是必要的 再來當你準備以上這些文件的時候 有三點你必須要值得去注意一下 那就是在GID的部分 一定一定一定 要有兩位不同的精神科醫師開給你 因為官方目前只承認 同一位精神科醫師 只能開一張的證明書給你 所以說兩張的GID 一定要不同的醫生開 沒辦法就說你跟同一個醫生很熟 然後他開150張給你 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變性手術證明書的部分 真的是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目前 因為目前台灣只承認 台灣當地醫生所開的手術證明書 也就是說 不管你是在澳洲、澳大利亞、澳門、馬來西亞、非洲 甘骨共和國之類的地方 動的手術證明書 通通無效 不管在哪裡動的手術證明書 他都不會承認 簡而言之 官方只承認 台灣當地醫院所開的手術證明書 其他的證明書 一律就只是普通的A4子 對 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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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跟愛里一樣 是在泰國動手術的話 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帶著你的納化兒 也就是你的手術成果 以及 那一天幫你動手術的外科醫師所開的英文手術證明書 找一位你可以信任的外科醫師或者是婦產科醫師 請來幫你做內診全身檢查之後 再開設一張台灣的中文手術證明書 也就是說他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接下來 你可以帶著你的GID兩張 搭配一張台灣的中文手術證明書 你去 變更你的性別欄位了 那到底要到哪裡去變更呢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到你 出生戶籍的 戶政事務所 像是我愛里本身是在新竹出生 然後戶籍也在新竹 所以我就到 新竹戶政事務所去辦理 不過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當初 很興高采烈就是報了這堆文件 因為我當時並沒有確定好哪些文件會不會用到 我報了我從古至今 就是大波有這樣子厚的文件嗎 比如說這兩年來看著的經驗啊 然後 就這樣一整疊 我就抱著一整疊 到達了新竹戶政事務所 我當然很開心嘛 也很興奮 我跟那個承辦的 承辦小姐說 我想要變更我身分證上面的性別欄位 但是 她只說了一句 好 這可以變更嗎 但她的聲音不是這樣子啦 然後之後我們整整三個小時 就是完全沒有在對話過 為什麼呢 因為 她就瘋狂了 查閱從古至今所有的資料 就有點像是一個 住在圖書館裡面的長老 在找一本二十年前的書 就瘋狂這樣 所以我就 對 在這邊待了三個小時 直到 有一位頂著獅子丸 捲捲頭的阿嬤 跑出來拯救了我們 是一看就知道是一種 氣場非凡的殺牆老將 反正就這樣子 我很順利的 拿到了我的新的身份證 再來你拿到新的身份證上面之後 也有三點要注意 第一點就是你的 身份證字號 全部都會換新 也就是說 像我愛里 我本身 原本是歐一零零 變成了歐二零一 所以呢 你必須要重新 背你的身份證字號 我還記得我當初 剛變更完的時候 我到外面 填寫身份證字號的時候 我進來還是填舊的 就是很自然而然 就是這樣子 歐一零零這樣 對方還這樣 而且我到現在 腦海裡面還記著我舊的身份證字號 是多少 就是那個印象實在太深刻 你無法磨滅 所以你必須要去 背起來你新的身份證字號 再來第二點是 它的證送給你一個 變更姓名的機會 在台灣變更姓名 每個人一生 只能變更三次 所以呢 你變更姓別的話 等於你變更了身份證 你變更了身份證 它送你一次 你變更姓名的機會 也就是說 你有三加一次 我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順便的變成我 現在這個女生的名字 因為我原本 男生的名字實在是 有點 猛龍過江 勢不可擋 對 也不是不好的 但是就是 你知道的 最後第三點 你可能會很擔心的 就是 身份證上面 會不會有助記啊 比如就是說 幾月幾號變姓啊 然後幾月幾號來變更姓名啊 這姊妹們 大可大可不用擔心 因為 上面 完完全全 不會有任何的助記 它會寫說 什麼時候換發 但是 一般女生 如果 你的身份證掉了 然後去補辦 也是會助記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換發 所以這個 所以這點 你大可大可 不必擔心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助記 性別欄位 或是女生 身份證字號 也是女性 熟 唯一會助記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你的戶籍成本上面 它會寫說你 幾月幾號來變更性別欄位 幾月幾號變更身份證 這點是沒有辦法消除的 但是戶籍成本 其實也很少給人家看到啦 所以 別擔心 別擔心 接下來也帶著你的身份證 去辦理 護照啊 健保卡啊 駕照啊 汽車駕照啊 全部都會女生的身份 直接世界末日大更新 為你開啟一道窗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大可完全不必擔心 只要你帶著以上三件文件 兩張 GID證明 一張變性手術證明書 變更身份證字號 開拓的大海灘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還有任何變性或跨性別相關的問題 想要問我的話 請歡迎留言在下方 還有 我今天就是 沒有 開美言 所以就是 我不是佛地魔啦 口昆媽咖